生活在这个营销爆炸的时代 我经常被各种电话骚扰 通常只要懂得防范骗局和保护隐私 这些电话通常是无害的 然而对于今天故事里的女主人来说 却并非如此 大家好,我是Jimmy 有阵子没见了 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1980年 主人公Dorothy Jane Scott 我们叫她多罗西,32岁 她带着4岁的儿子肖恩住在斯坦顿 一个位于美国加州的小城 而她的父母住在十几公里外的安娜海姆 那里因为拥有世界上第一个迪士尼乐园而为世人所知 多罗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也是一个美丽、善良、安静的女人 不过有熟人用乏善可乘来评价她 说她不大喜欢交际 但其实这并没什么好奇怪的 多罗西赫德的前夫关系破裂以后 独自养育4岁的儿子肖恩 作为一个单身母亲 她在安娜海姆同时做两个店铺的文书工作 两家店都归同一个老板所有 而且都以当年流行的西皮式文化为特色 多罗西的工作很忙 而孩子的父亲又住在密苏里州 所以帮助照看肖恩的担子就部分落在了多罗西的父母雅各布和维拉的身上 好在老两口也乐于外孙的陪伴 于是每天早上多罗西先开车把肖恩放在父母家 然后再独自上班 多罗西在住处父母家和店铺之间日复一日乏善可乘的忙碌着 就在1980年的年初 她无意中引起了一名神秘男子的注意 这名男子经常会打匿名电话给她 电话的内容一开始是表达爱慕之情 但电话那时候的声音似乎让多罗西觉得有些耳熟 但她一直没能确定这个家伙是谁 有一天在电话里 神秘男子要求多罗西去她家门口 说给她留了一件礼物 虽然感到很害怕 但多罗西还是照做了 她走出门 在她那辆1973年款丰田旅行车的挡风玻璃上 找到了所谓的礼物 是一朵已经凋谢的玫瑰 所以事情不只是骚扰电话而已 神秘男子已经知道了她家的住址 而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后来她在电话里冷冷地告诉多罗西 她打算把她切成肉泥 让她从世界上永远消失 面对这与日俱增的人身威胁 多罗西想到的办法是 报名参加了女子空手道培训班 她也考虑过买一把枪放在家里 但一想到她的小儿子可能也会接触到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1980年5月28日 像往常一样 多罗西先是把肖恩送去了父母家 然后开车去上班 当天店里安排了一场员工会议 时间安排在下班以后 多罗西就留下来加班开会 会开到一半 她发现身边的一位男同事有些不对劲 看上去没精打采迷迷糊糊的 总之很不舒服的样子 这名同事叫做康拉德 多罗西主动地提出要带康拉德去医院检查检查 另一位女同事帕姆也站出来要一起去 于是晚上9点左右 三个人坐着多罗西的车 去往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医学中心 在去医院的途中 多罗西特意都回到父母家 和他们简单讲明了情况 说她会晚些来接肖恩 临走之前 她还把身上的黑色围巾 换成了另外一条红色的 随后在医院 康拉德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她不舒服的原因 是她被黑寡妇蜘蛛咬伤了 黑寡妇呢 不是这个 这种蜘蛛在加州比较常见 毒性强烈 但是因为送医及时 康拉德没什么大碍 医生对她做了处理 开了一张处方 最后叮嘱他们离开之前去药房取药 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细心的多罗西看到康拉德走起路来 仍然很虚弱 就决定先把车开到医院门口 这样病人就可以少走一段路了 她先去了趟洗手间 然后独自去停车场取车 这时候帕姆陪着康拉德去了药房 取药没花多少时间 他们就在医院门口等着 然而多罗西迟迟没把车开过来 于是两个人就准备去停车场 与她会合 他们正往多罗西的车位走 突然一辆汽车速度飞快地开过来 他们认出那正是多罗西的旅行车 车向他们迎面驶来又扬长回去 把这两个人留在了停车场上 大灯把他们的眼睛都晃下了 事情发生得太快 打了两人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当时想 也许是多罗西有急事赶着要处理呢 是不是她的儿子肖恩 有什么紧急状况也说不定 接下来两个人做了一个让人很困惑的选择 他们决定原地等待 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 到了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他们在打电话给多罗西的父母 询问她的去向 这通电话让两夫妇睡意全无 因为他们的女儿并没来接笑恩 帕姆打的第二个电话就是911 她向警方报告 Dorothy Jane Scott 女性32岁失踪了 几个小时以后 大约凌晨4点30分 在距医学中心十几公里的地方 多罗西的旅行车被找到了 这辆车被遗弃在一条小巷子里面 被熊熊的火焰包围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过聊以慰藉的是 多罗西并不在车里面 虽然她仍然不知去向 但至少她可能还活着 警方把事件定性为绑架案 一开始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他们的首要怀疑对象是多罗西的前夫 孩子的父亲 丹尼斯特里 尽管她现在常驻密苏里州 但是警方查到她几天前恰恰来到了加州 然而继续查下去 警方发现多罗西失踪的当天 她已经返回了密苏里 后来警方排除了她的协议 案发整整一周后 星期三一个电话打到了多罗西的父母家 母亲维拉接起了电话 对方是一名男性 她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从这通电话开始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面 几乎每个礼拜三的下午 维拉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不变的是嘲讽和挑衅的口吻 而变来变去的是电话那头讲的故事 有时神秘男子会说 他已经结束了多罗西的生命 但是也许下次他又会讲 他还活着被关在了某个地方 无休无止的骚扰 像一把盾刀折磨着维拉和雅克布这两位老人 可通话里不时透露出的线索 又让他们窥见女儿生还的希望 于是维拉还不得不多和神秘人聊几句 但通话往往很快被挂断 警方曾利用录音和追踪设备 想要查清电话的来源 但他们一直没能确定骚扰者的身份 维拉并不是唯一一个接到骚扰电话的人 6月12号 当地一家名为奥兰志县记事的报纸 在发表了多罗西的新闻以后 也接到了神秘的来电 警方对这通电话格外关注 因为来电者透露了一些公众 不可能知道的案情细节 他知道多罗西换了红色的围巾 也了解康拉德被蜘蛛咬伤的事 甚至还说多罗西在医院给自己打了电话 而一同去医院的帕姆表示这绝不可能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他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多罗西根本没有联系过谁 不管怎么说 即使来电者提到的细节是在绑架多罗西之后看到或者问到的 他也得事先埋伏在医院才行 他对多罗西的生活规律了如指掌 一定是跟踪狂无疑 而且这个人的妄想症也很严重 来电者还告诉报纸的编辑 多罗西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原话是 我爱过他 我发现他与另外一个男人有染 而他却不承认 雅各布和维拉认为 来电者是在胡扯 他们很确定自己的女儿没有和任何人约会 他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了赚钱养家和陪伴儿子上面 对老两口的骚扰电话一直持续到1984年4月 这天与往常不同 接起电话的是父亲雅各布 而那一头很快就挂断了 而且之后的几个月之内都没有骚扰电话再打过来 有理由怀疑雅各布的声音让神秘男子感到了不安 他是否担心他能够听出他的声音呢 他会不会跟雅各布非常熟呢 1984年8月6日 一名建筑工人在安纳海姆的东北部 发现了几块烧焦的人体骨骼 旁边还散落着似乎是狗的骨架 警方的调查人员认定 遗骸应该在那里有段时间了 因为一年多以前的一起大火 摧毁了附近一百多座房屋 也在遗骸上留下了灼烧的痕迹 现场还发现了一枚绿松石戒指和一块女士手表 它们都是多罗西的随身物件 手表已经坏了 但他保留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他的时间最终定格在1980年5月29日 午夜的12点30分 正是多罗西的车从医院的停车场驶出后不久 通过牙科记录的比对 遗骸最终被确认为多罗西 然而至今为止 他离世的原因却仍然是个谜 就在遗骸被确认的两天后 神秘来电又回来了 在电话里 对方只因魂不散地问了一句话 Is Dorothy home? 不幸的是 直到雅各布和维拉分别于1994年和2002年离开人世 他们的女儿应得的正义仍然还没有来到 距今已经40年过去了 多罗西的儿子肖恩长大以后 仍然在继续寻求答案 然而到今天为止 这仍然是一桩未解的悬案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请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也欢迎你跟我留言 更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在这里提前祝朋友们节日快乐 Happy Holidays 希望大家都能幸福安康 我是Jimmy 这里是吉米调查局 我们下期再见 至少 真正 겠습니다 吉米调查局 对